不再更新了 也就是畫面有更新他也不要更新的 就是一直維持在原來的那個畫面就對了 那其實這個也不用背啦 不過可能要記這個application 物件 在application 物件 就是應該指的是什麼 序遲 序遲的爸爸的爸爸 因為工作表外面還有一個工作簿 工作簿外面還有一個application 所以是關聯性的話是那個什麼 就是遲持他的爸爸的爸爸 就是他爺爺好了 這是最大的 也是家裡最大的家長 就是application 不過這個物件名稱恐怕你要稍微記一下 點 以後如果你不記得那個名稱也沒關係 我講過啦 只要你記得這個物件名稱 你就到人家家裡有沒有 你要就是要去希望他幫你處理什麼事 你就是要告訴他說點 那只要有方法有沒有 綠色的方法 然後呢 這個一隻手拿著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屬性 那裡面有這麼多啦 application裡面有這麼多 但是我們裡面沒有要全 其實你當然不需要是全部死記啦 不過有空的話 如果你想要了解 裡面都可以查得到 那其中有一個是screen updating s 你大概打個sc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很長 所以你打不出來 沒關係啦 有時候其實我也不死背 我就大概知道說有這個東西 而且開頭是什麼就好了 你就把它打個sc之後有沒有 就出來按個空白鍵 再加個等號 它就出來了 開關就告訴你把它關掉 false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 假如你會有那個畫面 一直切來切去的這種需求的話 你要把畫面關掉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而且 把它畫面關掉之後 其實效率會提升很多 因為它不用切換 讓那個電腦的那個處理效率 反而會更高 不過記得喔 你開頭加這一行之後 請你記住 再結束的話 務必要把它改成處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把它關掉之後的話 那以後 應該要更新的畫面就出不來了 也就是說以後 可能 你之後再處理 本來應該要跳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因為它奇怪什麼 什麼畫面都沒跳出來 原來 你忘了把它打開 它再也不會更新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訣竅很簡單 如果 將來會有 多個工作表要切換的時候 那你就是把它先關掉 再打開 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問題了 好 OK 那其他中間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 這個地方都一樣 有沒有 先確定總表先選取 它的A2也先選取 再切到 有沒有 這個應該都看得懂吧 我想好像沒有 沒有多的啦 其他這個底下 只有在這個地方 比較特殊 就是如果 怎麼呢 A3等於空自串 什麼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 A3 意思就是這個其中一個工作表的 A3 裡面是空的 那表 如何去判斷是不是空的 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筆資料 的第一個欄位 第一個儲存格 是不是為空的就好 所以這一招也可以把它學起來 以後的話 你就是這樣子判斷 如果 Range A3 等於沒有資料的話 那如果沒有資料 你Ctrl向下 就一定會怎麼樣 Ctrl 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時候 Ctrl向下的話呢 那就會出問題了 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 油標放這邊 Ctrl Ship 向右 可以 向下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但是會變這樣子 你再把它Ctrl C貼過去 完蛋了 這邊有100多萬筆耶 有沒有 1048576 有沒有看到 那再貼過去不就是全部都空白了 那這個最後就完蛋了嘛 這個中標裡面就多了一大堆的空白 而且程式會跑不下 因為你已經把它貼到到底端了 所以會發生錯誤 要避免這個錯誤的話 基本上呢 就是利用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這剛好是有個同學 他還蠻認真的 然後他就 因為剛好上了 上到這個章節 這個問題 他就真的去找 跟他工作有關的東西 他卡住了 那後來我想說 好吧 就幫他看一下 然後呢 就拿我們這個範例 直接修改一下 馬上可以walk 但是呢 就卡在就是說 如果 他的A3等於沒有資料的話 你要把它勾 no data 那問題是 用什麼方式處理最簡單 其實我通常會讓他用go2的敘述 什麼叫go2 就是說程式呢 可以跳到某個地方 你只要怎麼樣 這個叫no data的標籤 這個是標籤 那底下是標籤的位置 差別在哪裡呢 標籤 標籤位置多一個什麼 冒號 也就是說呢 他就不在執行下面的動作 因為他們no data了嘛 那你還卡住序位向下 複製貼上那些都不用了 直接跳離了對不對 所以就跳到這邊 然後直接什麼 range A2 dance later 所以這邊的話呢 他就會直接跳到這邊 然後就直接跳離了 就是不在執行底下這些動作 也不用offset了 就換下一個的意思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特殊 其他的話應該就比較沒有那麼困難 那這邊主要有三種邏輯